因为意外拆封没有激活的手机在华小美回收的话 要比心机便宜多少 今天的话咱们刚好是收到两台 有关注我之前视频的人应该都知道 咱们在618的时候收到了非常多的白衣普铁手机 而且那些手机的话基本上是原封没有拆封的 咱们到手的话也不会拆封手机的 这两台手机的封条已经被拆掉了 好在机械是原包装的 而且的话两台机器都是没有激活 像这种拆封没有激活的话 就比原封的咱们就少几十块钱就可以收下来 如果机器是被激活的话 那就差价比较大的 少折几百块 如果是大内存的话 那差价就是一两千了 很多人会好奇这个手机的话会卖给谁啊 其实的话咱们是不卖给零售客户的 因为咱们卖给华强北一些收这种机器的人 他们给的价格反而会更高 好 现在咱们看一下在市场淘了什么好货 这个是13pm一tb的 无锁的 然后机器的话电池效率100 整机的话没有什么磕风划痕 当初的话曾经高达12000多的手机 现在的话行情的话是 6700米到手13pm5142G的金色的双卡国行 电池效率的话是90 像一般的话 使用一年的话 电池效率是在90的话 是普遍的一个情况啊 因为充电三四百次的话 普遍都在90电池左右 比高电池的便宜两三百六五九九米到手 这个是13256G的国行 整机橙色的话 也是九九星的一个橙色 电池效率90多 像这个精品的市场行情 回收行情的话 4000米左右 但是这个是在市场拿到 谁会贵一些啊 到手行情的话是4400米左右 还有像这种华为的ipad 这种机器的话 在市场是没法逃的 因为市场的话也是非常稀少 只要2000出车的价格 然后键盘和笔都有全套的 这些的话都是全套一起过来的 mate 30256原装的话也是非常稀缺 看一下啊 这个才是纯原装的机器 没有拆修的 只要不到2000米 今天的视频就非常热烈 更多行情可以下方评论或者私信关注我咱们下期见